为什么自己怀疑 自己既然有这样深厚的善根 为什么我们妄想杂念还是那么多 这就是怀疑的由来 这个问题要解决 不解决就可能这一生亡生不了 那要知道 我们过去式的善根福德因缘 虽然非常深厚 可是烦恼吸气比这个更严重 所以烦恼吸气常常起信心 念佛求生净土 偶尔起信心 在这一天当中 烦恼信心的次数多 幸运持民的 这个念头起来的少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现象 那我们跟一般人就相比 我们就比他多 我们从早到晚 这一天 生其信愿持民的念头 总还有几十次 那么许许多的人 一天一次两次都未必有 这一些比我们的善根 比他就强多了 这个不足 明显的不足 那是什么 加强 为什么要借齐念佛 大佛齐 没有别的 加强 一中靠中 一个人常常把佛号忘掉了 大家在一起念 就不会忘掉 尤其现在 这个科技发达了 有念佛机 念佛机很好用啊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你要是有这个缘分 这过人缘分 有工作 不妨碍 身上带个念佛机 用个耳机听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从早到晚 往里头灌了 这个方法好 这个方法呢 真正是用个 一年半载 你把你的这个 你把你的这个 善根佛的应用 不足的地方 全部都不足了 另外要注意的呢 那就是你要的 由于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是看破物 一定要 一定要智慧 这个事情 假的 假的 不是真的 人间天上都不是 真实的 假的怎么样 假的要放下 决定不求 夜行求生 极乐世界 这个力量就非常非常值得 得到阿弥陀佛 显著的加持 你有能力 欲知是知 知道什么时候 阿弥陀佛会给信息给你 你一心一意 等待这个世界因缘 决定的神 没有忧虑 身体住在这个世界 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 自己修行 教化众生 自己修行 就是给众生做个好样子 让众生看到 我们一天的万念佛 有机会 把极乐世界讲给他听 跟他在一起分享 让他也知道 他看到我们往生 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信心足了 那就又带一个去了 带两个去了 带得越多越好 那我们这一生 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 到这个世界来成佛的 这个多殊胜了 不单自己成佛 还都带不上人去成佛 带着死了 带着死了